明年基本港珠要去五點二一趟 經濟部長暗邀請相關的生涯代表來討論 初步有特性共識的固定的金額來補貼 請結婚工薪水兩萬四到兩萬五千二百五十塊以來 只能補貼一千塊 若是薪水不夠兩萬四 算點錢的勞工 一個月同時七十點錢 只能補貼五百六十塊 明年開始要去基本港珠 政府也答應說要 占對受到以前影響的生涯提供補貼 詞討論出基本港珠 固定金額補貼的配套車案 不過占對三個生涯影響多大 才能來申請補貼 不可能是個的討論 不過應該會他合佈業為主 這則業也表示說 他也受到的衝擊 政府應該要補貼 不過相關的配套的辦法 十一月份還會較重